当然好了 不好的话别人也不会请我呀 怎么把这个煞星给请来了 不甘不请啊 那可是小霸王孙策 要是得罪了他 说不定孙氏下次攻打的就是你家了 那是 我一向已成待人很好相处的 孙将军 原来你敢来呀 你家的酒好 我自然得来 这位淑女真是明艳动人 眉目间还有些英气 淑女 我是朱氏嫡长子 敢问淑女归名 广陵王一脉 真可怜呀 亲王落魄了 祖女都得出来为军阀陪酒 她是我交心之人 什么叫陪酒啊 孙策 孙策 别装了 装什么正人君子 寒门出生的五蛮子 为了混进咱们豪门士族 还装起君子来呀 广陵王也是可怜 为了得到孙氏的庇护 还送个女人给他 确实有几分愿味 若是再送一个给我 出事也能赏广陵一点好处 喂 孙策 这女人多少钱 你猜啊 猜对了 我就给你个惊喜 这个惊喜 一定让你开怀大笑 那我猜 来 三千钱吧 杀人了 孙策杀人了 热闹 夜宴就该这么热闹 夜宴呢 想那么严肃的事干啥 喝酒 跳舞 你还想不想继续留下 要是没劲 咱们就去下一场 好 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 就剩你们了 还有什么想说的 你不过是想伺机灭我朱氏 臣王败寇 随你发落吧 来人 给朱老先生结绑 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朱老先生 我母亲替你求了情 至于其他的人 有你发乱 有你发落 我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